走進台灣東會園展區 映入眼簾的12米大圓桌 圍繞在大樹下 以鐵雕而成的山桌 呈現出味道 菜肴 對於土地和文化的重要性 也象徵新住民朋友 與台北的共融 這是舉雕藝術家 陳洛涵的作品 種下台北味道 我用一道一道新住民料理 然後想要呈現的是 就是文化跟族群 共融共好的一個樣態 那我用一個12米的大圓桌 來呈現 那我們先看在桌上 是有粉紅色的這個桌巾 那這個桌巾其實想要呼應的 就是在台灣版德的 這個熱熱鬧鬧的氛圍 然後版德不是也都用 粉紅色的桌巾去鋪上去嗎 然後所以我就用 粉紅色的桌巾來呈現 那在這個桌面上 總共有15道 不同國家的新住民料理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有跟就是 新住民的朋友 真的一起來共創 然後把他們的味道刻畫下來 食用竹子 竹片 鐵布等素材 建構出高達7公尺的 大型燈籠 堆積延展搭配燈光的視覺呈現 象徵生活的挑戰和磨練 在新住民燈區的作品 《我們在這》 展現出堅定抵抗風雨 和守護家園的毅力 一般我們新住民都是在東南亞 所以他們都是用竹子去做作品 所以我這一次是用竹子 最上面是用不規則的 一直延伸下來 下面就是最規規則的 那我們這裡面有很多燈泡 全部用那個 對 對 晚上燈泡很漂亮的時候有空的話 大家可以進來看好不好 另外設置在松菸文化廣場上 高達三層樓 充滿童趣 會說故事的附燈 台北兔給樂 使用四面巨型LED立體影像裝置 透過3D裸式影像 描述兔子快遞 將每個人的願望裝在指向中 經過奇幻旅程 送到每個人的身邊 等待市民朋友開箱 最後巨型充氣兔寶寶也會冒出頭來 跟大家打招呼 充滿童趣氛圍 樂園3D不只是視覺的驚喜以外 其實它是包含了一個整個 快遞公司這隻兔子的故事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可以來這邊體驗 然後一起感受這個走春 一起跨年看燈的這種幸福感 最後走到松菸湖畔 藝術家黃偉豪將客家意象的花紋 兼紙裝飾 相思素及冉染等元素 轉化成燈光展驗 月夜月美麗 等待民眾踏入這塊都市裡的印花布 感受客家新美學的視覺饗宴 這次我們是把這些客家文化的 每一個元素把它就分解 把它變成一個很低下的 一個實名的一個投影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然後我們把它有不同的花 有台北的景色 把它全部做一個動態的 跟著客家音樂的一個動感的 一個投影的藝術這樣子 燈會期間除了多元舞台的精彩節目外 園區也響應燈會 延長營運到晚上九點 戶外空間24小時開放 歡迎民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前往賞燈 感受元宵過節氣氛 記者陳明倫 台北報導